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姑娘 铁锹伞 你给我出来 安姑娘 铁锹伞 你给我出来 我去 你不能进去啊 不是 安姑娘 出什么事了 给我让开 有手给我打一手 没准我摔一边去 住手 安姑娘 安堂主去世我也很难过 很伤心 但是我要告诉你 最后一棍 我没有落在他身上 至于他为什么会死 我想一定有原因 你的话 鬼才相信 安姑娘 等一下 安姑娘 这个我一直想给你看 那天我在祭拜的时候 看见安堂主的手指颜色 有点发黑 我怀疑是中毒 所以昨天晚上 大胆闯了一次灵堂 你竟然敢对我爹的遗体 安姑娘 我是逼不得已 安堂主在天之灵 一定会明白的 我爹是不会原谅你的 你再起头上 我没办法跟你好好说话 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想脱罪 那我都要问问你了 你说我爹是被毒死的 谁下的毒 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在你那一棍之后呢 就算我爹是被毒死的 那也是你下的毒 在比武之前 我没有见过安堂主 何时下毒 你们交手的时候 机会多得是 我是有机会 可是我没有下手 安姑娘 我也不必多说了 如果你认为 安堂主是我杀死的话 我愿意承担这个罪名 想什么时候找我报仇 都可以 但是此事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不要伤及无辜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们两个人 绝对不可以同时 活在世上 不好了 黑风頭打上来了 快 黑风頭打上来了 快 黑风头上 treated 走走走走 过去 走 一 heart and fall 走 走 抠 오또 上 按 倍 shift à take down 别打了 爹师傅 我 不能再数人命了 李 上人 铁销三 你有本事把我们汇丰堂的人全杀了 不然我们不会散罢甘休 俗话说杀人偿命 你武功再高 你也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我当然会负责 从今天开始 保之林弟子不得与汇丰堂动手 若有围者离开保之林 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今天我铁销三把话放在这儿 如果日后汇丰堂弟子有任何损伤 跟保之林无关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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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 师父 我想不通 安堂主明明不是你杀的 你干吗顶着问罪 宝芝林现在整天鸡犬不宁的 师父 要不这样 跟汇丰堂来一个正式的比武 来化解恩怨 如果他们输了 就让他们离开广州 这样的话 我宝芝林 也能亲亲亲娘 对呀 师父 要是汇丰堂真的走了 那码头不就是咱们的了吗 对啊 大师兄 这就叫一杀鸟啊 我没这个意思 谁敢用武力 来扩张宝芝林的势力 不是 不是 我就是说说而已 你可以说说 我也可以走 你们自己看着办法 师父 师父 我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 一杀鸟嘛 你就乱说话 别我这在这 不是 挺好的 一杀鸟 你懂不懂 下完 晓兰 你懂不懂一杀鸟 我 多好啊 闭嘴 我该如何才能让你明白 爹 以后这种害人的东西 你少抽点 你要大烟还要我 我当然是 不要大烟要你了 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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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过了没有 除非您彻底把大烟戒了 不然我剑一次 我扔一次 行行行 爹以后少抽 少抽 不是少抽 是彻底不抽 凡事不是有个循序渐进吗 爹以前习惯了 你猛一下不让爹抽 爹受不了啊 好女儿 功夫越好 越要隐藏 最笨的事情 莫过于药物扬威 起狼 看看 爹写得怎么样 一代宗师 是这个宗 是这个宗啊 爹年纪大了 提笔包字 还是我女儿有文化 有文化 不会爱我安保的女儿啊 安保的女儿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嫁人 嫁人 是女人的本分 哪能不嫁人哪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找梁坤 谁 谁说我去找梁坤了 你知不知道 外面到处在抓梁坤 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找他 连整天都在担心这个 我怕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 会在牢里 你还是我爹吗 我爹安保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爹是一个极功好义 真意敢极强的人 您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胆小懦弱 自私自利 我看您是抽大爷把您给抽孕了吧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我还要 走 爹 爹 爹 给我跪下 在你娘的牌位面前跪着 我治不了你 让你娘来治你 娘 你给我评评理 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的 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但是你最终的归宿不是我 梁坤 你到底想说什么 安姑娘 祝你找到好的归宿 梁坤 熊云大师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 打跑坏人 你也派人通知我们一生啊 您知不知道我和梁坤在外面过了一夜 哎 哎 说话呀 玄音大师 玄音大师 大师 对不起 是我爱了你 对不起 是我爱了你 爹 爹 咱有点出息行吗 那阿桂宝 他就是拿光威来吓唬你呢 您还真被吓唬 我看您是担心他断了您的财路吧 您给我闭嘴 我就是无能才教出你这样的姑娘 我要是有本事 还受人家的威胁吗 我这辈子就两个字失败 但话说回来了 你到底还是我的女儿 如果你跟我说出梁坤的吓唬 让我去拿鬼堡那儿交差 我谢谢你 如果你不说我也不关你 反正我豁出去了 如果拿鬼堡要我的面 我就给他得了 反正我是不会把你交出去的 蓝姑娘 只要灵儿还在 我就不能接受你 安顾女孩 抱歉 这件事情 我应该很早就跟你解释清楚 才不会我回到心脏 这件事情 我做了 对不起 我跟梁坤在不在一起 跟您没有关系 我是你爹 我没有权力 谁有权力啊 你死去的娘 如果地下有志 也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你自己招的自己 依我看她 梁坤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又不是梁坤 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没有我 无论如何 我不会再让你们两个再见面 明天我就让张大娘 再具体的找青天 你要是不让我和梁坤在一起 我就和你断绝关系 你说什么 断绝关系 你再说一句 断绝关系 对 素白 爹 让您说累吧 我给您擦擦 来 也不怪你 女大夫忠悠 爹 爹 爹 醒醒啊 爹 爹起来啊爹 爹起来啊 梁坤 你还有脸来见我 动手 动手啊 打一场干脆点 要打也不是现在 我是来看看你 我是担心你 事情刚发生 我担心你撑不住 你少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就是所有人都误了 我也不担心 我也不在乎 我只是想告诉你 安藤主不是我杀的 你以为我瞎了吗 我清清楚楚 看见你那一棍 落在我爹的身上 我们认识多久了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你不相信我吗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 好 如果你要杀了我 才能安心的话 那你动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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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г 滚 滚 你给我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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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不像你 啊 我会在众人面前 光明镜大地杀了你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怕 这个凶兽 我迟早会找到的 我迟早会找到的 这个凶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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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包子 云吨面 云吨面 好吃的云吨面 来 慢点 来 来 看一看 瞧瞧 好吃的云吨面 六爷 您来了 楼上请 这边请啊 给我找个好座 放心 没问题 爷爷 我们这儿新来的茶呀 都是新茶 好喝着呢 到时候给您泡一壶 您帮我品鉴品鉴 好嘞 坐来一会儿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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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了 来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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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哥 恭喜你成为汇丰堂的堂主 赵老板 我觉得我们低调一点 不要如此张扬 今天可是高兴的日子 低调什么呀 说来话长 不会真的如外界所传 安堂主的死因 不单纯吧 你是听谁说了什么吗 你到外面随便走一走 我保证你可以听到 不下十个版本 安堂主的死因 他们说什么了 有人说 安堂主并非是死于 铁桥三的手下 而是死于 来 付业 赵老板 我 是 你 你 去 或是 求你 不过铁销三 现在的头上 背负着杀死安堂主的名声 恐怕这件事情 他不会这么简单就完美 他就算真要查 他也查不出真相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就是杀死 我师父的真正凶手啊 这个事你是知道的 好 王大哥 你现在贵为堂主 往后我们僵士逃房 就要仰仗你了 赵老板 请 请 王大哥 再下一点点心意 还请王大哥收下 赵老板 我 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呀 拿大人 一直想利用僵士逃房的瓷器 来走私 不过上次好在半路杀出一个承咬金 孙腾交 算是救了我一命 不过这次 拿大人又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后面还有一个杜菲如影随形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王大哥 这次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那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表面上我们答应拿大人 背地里我们走孙老板的渠道 你的意思是 把货放在孙老板的仓库里 两全其美 你我都安全 这事倒不软 但一定要算好时间 否则孙老板发现的话 恐怕要闹出事来 这个是当然 我们等把这个风头躲过之后 再把货拿到自己的仓库 王大哥 这次就拜托你 好 赵老板 我敬你一杯 王大哥 多谢 来 老大 我回来了 你有没有什么情况 我都盯了一个晚上了 就发现他在那儿吃吃喝喝 没什么发现呀 不是 老大 你说这赵老板 赵钱他都被放出来了 我还盯他干嘛 这纳大人能够那么轻松地放过他赵钱 这其中一定有包拟 只要我们跟着赵钱 就一定能知道其中的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 这些杂多东这样啊 小刀 可是啊 我们也没想足够了 数十天 不同一半 差不多 打死了 师父 在场那么多眼睛看着 难道是假的吗 可是 铁乔三说 他那一棍没有落在我爹身上 我的傻师妹啊 你怎么还听他的话言巧语啊 你现在这么说 让我们汇丰堂的弟子 情何以堪哪 铁乔三的爹 也是被人杀害的 他知道失去爹的痛苦 他不会这么对我 这能比吗 他爹是天地会的叛乱分子 叛乱分子又怎么了 况且铁乔三没有理由杀我爹啊 再说 我爹也不是真心想要和他生死相搏的 师父连生死状都签了 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师兄 你明明知道我爹签了生死状 他是为了保护铁乔三 师妹 全广州现在都知道 铁乔三杀了师父 眼下铁乔三就是我们的仇人 你挑这个时候给我胳膊中往外拐啊 谁胳膊中往外拐了 谁胳膊中往外拐了 你只会说我 你做过什么 你对我爹的事有没有伤过心 谁说我没伤心 现在汇丰当群龙巫手 你说我马里马外为了谁 这件事情我会继续查下去 不管凶手是谁 我一定会为我爹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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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鲜了好几天了 大点水 今天会很辛苦啊 活很多 但是活多赚的也多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大王爷 都别乱死啊 一会儿把东西放在三宫里边去 好 好 好 这样阿财 赶紧把那货担填了 把货拉出来 好嘞 好 好 去不去 对了 先别在这儿拖劳啊 完事了之后赶紧回来 好 好 好 来 别担我 别担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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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财 阿财 我们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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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来点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脚底也稳着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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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轻点 轻点 这边 这边 停下 停下 都停下 王兄弟 这几位就是杨城四怪吧 正是 诸位是赫赫有名的杨城四怪 平日里在我十三行码头 负责搬运货物 维护码头的安全 的确也没出现过什么纰漏 不过今儿个呢 我是以商会会长的名义 跟各位打个招呼 从今儿起 我十三行的码头货物 就全部交给汇丰堂来做了 什么 什么 听什么呀 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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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什么呀 听什么 听什么 就得先离开这儿吧 到别的地儿找活吧 听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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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听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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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会长 我们杨城四怪在码头多年 一向安分守己 你凭什么让我们走 这庞会长是航商的会长 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需要理由吗 庞会长 啊 码头是自由竞争之地 我告诉你 我们杨城四怪 不走 不来 不走 不走 庞商已经决定了 不走 以后所有的货物由我们汇丰堂押运 就算你们死皮赖脸的在这儿 也没有活可以接 彪彪 彪彪 我跟庞会长说话呢 有你什么事啊 你说有我什么事 王彪 你是不是记得安堂主的事 在这儿公报私仇啊 对 怎么着 师父 我觉得这事不应该怪杨城四怪 是他们先动动手 师父 你要冷静啊 你想想 杨城四怪属于正当防卫 你总不能看着你的徒弟受欺负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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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冷静啊 千万不要动动 师父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不应该跟汇丰堂的人动手的 对对对 师父 您惩罚我们吧 千万别往我逐出师门啊 谁先动的时候 是我先动的时候 师父 你 你 你冷静点啊 师父 师父 其实 是王彪 是王彪找了 航商会长要帮我们赶出马头 我们情急之下才动了手 是啊 你的人 卫丰堂安护了 我对我 今天这事啊 其实就是一个导火所 我明白了 你们先好好养伤 师父你去哪儿啊 是 这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应该由我来解决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害得马头的兄弟没饭吃 师傅 你不会真的离开广州吗 师傅 哎呀 这实在是抱歉哪 这只能看出来是有毒 确切是什么毒 却看不出来 真的查不出来吗 这几天哪 我们都在研究 而且我请了很多同行 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这次真的是把我们难倒了 你还是另请高人吧 实在是对不住了 实在是对不住了 混蛋 师兄 谁帮你打成这样了 还不是那杨成四怪 他们仗着铁交三打死师傅 抢了咱们生意不说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人 你看 看 你没事吧 师兄 你干吗去 我要去那杜牙 让他逮捕铁交三 不许去 你要敢去报官 这辈子休想让我 把你大大哥看 师傅不在 我们就要受人欺负吗 我不会让你们受欺负的 但是铁交三的事情 我要亲自解决 梁昆 给我滚出来 滚出来 想当一辈子搜头乌龟吗 安姑娘 你这是来找我三哥的呀 还是来踢馆的呀 少废话 把铁交三给我叫出来 我三哥不在家 他去码头办事了 你少骗我 如今铁交三人人喊打 我就不信他敢踏出这个门 安姑娘真可笑 我三哥坐得正行得稳 有什么不敢出去的 那正好 正好拿你当诱饵 把铁交三钩引出来 你为什么不躲 三哥说了 宝之灵永远不许和汇丰堂动物 那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躲不躲 我去 这是扶城专门为你动的 去风通落酒 专制跌打损伤 等到时候 药小发作了 你就不会那么痛了 谢谢三哥 是安姑娘 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吧 没关系的 三哥 都是小伤 再说我也没怪他 安堂主这刚入土 安姑娘报仇心还胜着呢 就是因为她报仇心胜 所以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我看这安姑娘 应该是陷入两难的境地了 什么意思 三哥 他对你的情谊 那根本就是人尽皆知的吗 现在 一夜之间就变成 他的杀父仇人了 你说这安姑娘心里 得多难受 多纠结呀 不过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有个问题更加要问你了 你对安姑娘的态度 到底是 我的答案 永远都是一样的 好 如果到现在 你还真的只把她 当个朋友的话 那你能不能给我起个事 起事 你发誓 你不会因为她 放弃小姐 不可能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林二的 永远都不可能 怎么 你不相信我吗 没有 我当然相信你啊 三哥 我累了 我想早点休息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我再来看你 三哥 你真是当局者迷啊 老大 这根据码头传来的消息 这王彪 他找来杭与商会长庞世成 把阳城四怪都给赶走了 不是那这么看来 汇丰堂 是要吃下码头的意思呀 老大 咱下部的目标是什么呀 老大 王兄 今天码头卸货的人 还是挺多的 看来 码头生意这块大饼 你算是吃定了 这还得仰仗 庞会长在码头上给我撑腰啊 是王兄办事 雷厉风行 只是可惜 安堂主没有能看到 他的得意大弟子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实在是令人惋惜啊 我师父毕竟年岁大了 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对码头的生意一点都不上心 才会让那些地痞流氓 为所欲为 总而言之 从今往后 这十三行的码头 就是你们汇丰堂的天下了 赵雄客气 都给我小心点 这些货要送到应急里去 别摔坏了 官府不安 红头不许动 官才在来 官才在来 杜普通 是啊 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啊 是 杜普通 今天又收到神信了 是 是 是 不知道 打开 是 杜普通 你想查鸦片可以 可是如果你搜不到的话 但你摔碎了我的瓷器 那可是要赔的 给我搜 搜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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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杜普通 这里什么都没有 杜普通 这边也没有 杜普通 这里也没有 杜普通 这里也没有 杜普通 你也看见了 我赵芹做的可是干干净净的生意 不过 这件事 我不会跟那大人说的 驾 驾 驾 走 走 老大 你说咱下边还差什么 给我继续盯着捡 它一定有问题 是 王大哥 赵钱先干为敬 来 这次的事 是赵老板您自己料事如身 早就算到了杜菲 会带人去仓库抄货 我们才能预先处理 躲过一劫 好像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啊 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王大哥 你与孙老板之间的关系 我并不是不知道 这次 王大哥若不是为了我 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 为我两肋插刀 挡过一些的 就这份恩情 我赵钱 一辈子都不会忘 赵兄严重了 请 来 赵兄这回好了 我只希望孙老板没有发现 让我能及时地把这批货 王大哥是担心 孙老板发现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王大哥 你大可不必担心 第一 孙老板他不会发现 第二 就算是他发现了 也不会怎样 以我们对孙老板的了解 孙老板他会把白白送上门的生意 你给送出去吗 绝对不会 王大哥 请 请 好 一边请 来 庞会长 有位姓铁的师傅找您 铁师傅 庞会长 来来来 坐坐坐 好好 先走了 好 告辞 告辞 铁师傅 来来来来 来 坐 铁师傅啊 帕某久仰铁师傅大名啊 不止今日来此 有何赐教啊 日前 杨成司怪他们一帮人 在十三行码头 跟惠父堂弟子 发生了一些争执 已经扰乱了码头的秩序 作为师傅 我觉得非常抱歉 来跟庞会长道个歉 哪里哪里啊 铁师傅 不啊 马头历来都是兵家相争之地 滋生泄斗 那是常有的事啊 铁师傅为此特来向我道歉 这也未免有点太过于客气了吧 好 多谢庞大人 大人大量 好 不过铁师傅啊 这个杨成四怪在码头上势力很大呀 百姓们早已是一轮纷纷的 好 既然他们都管你叫一声师傅 那你就应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他们呢 庞会长放心 我回去一定会让他们知道 以后不能以武力强制于人这个道理 铁师傅 既然这么有自知之明 那可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啊 要知道啊 这个广州城那可是武林林立啊 门派众多 你这为师的要是管理不好自己的门户 那以后的乱子可就要大了去了 庞会长所言甚是 只是 在下今日来还有一事相求 铁师傅 有什么事就说吧 庞会长 这带码头的这些兄弟 是出多少力赚多少钱 即使杨成四怪再有不对 也希望庞会长不要断了 码头兄弟的生计 这 这 庞会长 上面的例会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过去主持一下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啊 天师傅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容盘某我 再考虑考虑怎么安排 好 就这样就这样啊 我去去就来啊 大上 使陪啊 好好好 张老板 是不是太多了 王兄 上次若不是多亏了你的帮忙 我是不可能安然躲过杜布头的追查 得人点滴之恩 当以 用拳相报 赵老板多礼了 以后咱们还得长期合作 互相帮助不算什么的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好说好说 好 好 来 师傅 明大无路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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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怎么样 结果出来的没有 给您 师傅 你倒是跟我说也说呀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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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艺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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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这片秋水也曾经听过 踏遍山转五月 谁寻洒脱生死寄过 情是否伴你我 滚青滚丝困惑 遥望一段秋水 一人憔悴光 宁愿相似枯萃 两行泪花落 强心愿 你是否也爱过 我要怎么去做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相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天年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铛 三世情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相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灭灭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铛 天地银银银铛 三世情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